大家好,今天又到了继续介绍彩妆的时间啦 那今天继续要介绍的是什么勒? 今天继续要介绍的是如何修眉,还有如何画眉毛 那我相信其实眉毛对每个女生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想要把我的技巧传给大家 想让大家以后画眉毛可以画得更自然,让你的眉型可以修得更漂亮 那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继续有一点感冒 所以现在讲话非常性感 好啦,那就大家多见谅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你在修眉之前,你一定要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脸型 像继续的脸型就是有一点点平,然后再一点点往上的眉峰的感觉 那我今天就先教大家怎么样看你自己的眉毛的比例 然后来修眉毛 首先呢,你必须要看你的眼头的位置 那你在你的那个眉毛最前面就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是你要修掉的地方 你的眉毛就差不多对到你眼头的位置 然后呢,再沿着你的眼尾呢,就沿着你的鼻梁 你看到没有,鼻梁这样子45度角上去 尾巴就是你的眉毛的尾巴的位置 然后呢,眉峰呢,就差不多是30度 也是沿着鼻子 然后这是你的眉峰的位置 所以这样你找到了之后,你可以先做一点记录 你可以拿眉粉,把你的这些点先画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修眉毛 那修眉毛很重要的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些刷子 这刷子呢,它可以帮助你的眉毛更顺 然后你就可以比较确切的知道 你眉毛到底形状是长什么样子 还有第二个就是需要这个小剪刀 因为有些时候你用了眉刀修眉 但你不一定,就是它的长度 有时候如果太长的话,你还是要做修剪 所以眉刀,剪刀跟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现在就来教大家怎么修眉毛 首先你要先把你的眉毛这样子往上处理 好,然后就拿出你的眉刀 你就会开始修出你的形状 你刚刚有做记录的地方 比如说眼尾,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有点太长的话 我们就把它修掉 眼头也是 我们不想要就是,就是变成一眉道人 眉毛连起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的眉毛也做修饰 有没有,我现在就在修这个地方 OK 其实很好的方法是,有时候你可以先把你的眉毛 画出一个形状出来 这样你在修的时候,就知道哪些地方是多余的 你就拿你的剪刀 那我教大家怎么剪 首先前面的部分你是往上 OK,这样后面是顺过来 那往上的时候呢,你就这样子往上推 所以你有发现这边有多出来的眉毛 你就可以把它做修剪 OK,往上推 好 像这种就是在药妆店都很容易可以买到 它蛮好用 不只可以拿来修眉毛,也可以拿来修 就是刷眼睛 刷睫毛 然后后面的呢,你就往下 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这个地方有多出来的 那我再往下的时候 我们也不一定要用这个 你就沿着它剪就好 这样子会让你的眉毛看起来跟 呃,不会太扎太乱 因为你在画眉毛的时候 这样子 它就不会破坏你的眉心 所以你一定要做修剪 好,我今天这样子 那我个人没倒是喜欢用这种比较短的 因为它这样子比较好控制你那个角度 那我个人没倒是喜欢用这种比较短的 那我个人没倒是喜欢用这种比较短的 你如果买太长的话 会有时候就是不好,不好口掌控 然后首先 我要再跟大家介绍 我们修完眉毛以后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画眉毛的工具 嗯,有些人会喜欢用 那个眉笔 有些人喜欢用眉粉 有些人喜欢用那个 呃,画眉毛的胶 那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用 用就是眉,眉粉跟那个 画眉毛的胶来做 做,做,做 配合 好,那 呃,像眉笔呢 就是大家一般就是像比较 就是签笔类的或是旋转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那种 所以,因为我觉得那种画出来的线很硬 所以我没有很喜欢用那种 那种,呃,笔 所以我就是用像这样子的 有点像眼影的笔 呃,眼线的笔 然后可以拿来当画眉毛 他就是这,我觉得他在 画那个外框的时候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不会那么,这么明显 好,然后呢 眉粉,眉粉这个就是 我上次先有介绍的Cade的这一款 这一款,这一款眉粉 好,这款就是 就是,腰妆点都可以买得到 已经用到有点烂了 然后你也可以去买像这样子的眼影啊 就是Bobbi Brown眼影 他也是可以拿来当眉粉来使用 好,然后呢 眉,眉,呃,画眉毛是胶 这个胶呢,就是长得很像 眼线胶 那这个牌子 我之前有介绍过是 美国的那个叫Anastasia的牌子 那他出就是 一开始就是出很多眉毛的相关产品 那我选择就是他的胶 跟他这个比 然后还有呢 你会需要两个东西很重要 第一个呢 就是你有些人的眉毛啊 比较稀疏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你需要画一个底的妆 这也是刚刚我说的那个牌子 你需要一个底 这样子你画的时候 比较不会妥 那我通常会这样使用 如果我用那个笔的时候 我就是用眉粉 那如果我用那个眉胶的时候 我都不会用这个 因为眉胶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持久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用这个东西 那通常是用眉粉的时候 我会用这个 然后呢 像这个就是Bobbi Brown也很有名 他的那个染眉膏 有时候眉毛 因为眉毛的那个毛 的生长方向不太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些地方 比较浓比较淡 所以像这个染眉膏 也是可以帮助 让你的眉毛看起来更顺 然后颜色更均匀 好 再来就是 刷 笔刷的部分 那笔刷的部分呢 这个就是 我拿来画眼影胶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眼影胶的 它其实有点像眼线笔 那你自己如果有像类似这种 有角度的眼线笔 也可以拿来当 画眼眉胶 眉毛胶的那个笔 那这个后面还有这个头 这个头很重要 因为这个头是帮助你把那个脚给晕开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这个 Bobbi Brown这支 我之前也有介绍过 只是它有一点硬 所以就是很适合拿来画眉粉 这是我用来画眉粉的工具 还有呢最后就是 你画完所有的眉毛以后 你需要修饰的笔 这支笔是YSL的 你可以修饰在它的边缘 让它的形状看起来更锐利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用这种 highlight的粉 呃呃 胶 不是胶 是highlight的那个cream 你可以把它修 做修饰 OK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画吧 那我现在会分两边画给大家看 我一边会用那个胶来画 另外一边我会用眉粉来画 因为眉粉呢通常有时候 如果时间比较干的话会比较快 然后也比较就是自然 比较没有那么锐利 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想要出去party 或是出去玩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眉毛比较持久 然后你希望你的眉毛很明显的时候 你可以用胶 那我先从眉粉开始 好 那眉粉开始的话我就画 用这个底妆一定要 你就先把这个底涂上去 它其实有点像胶水一样的感觉 所以它画上去的时候有 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就是黏黏的 好 然后呢你会用这支笔 我刚刚说的Bobbi Brown的笔 你either可以用这个 或是用这个 都可 那我先用Cade 因为大家比较知道这一款 我会先用最深的颜色 就是上面这个颜色 因为它有分两款 一个比较淡 一个比较深 我选的是这个颜色 然后你先描出你的框 注意哦 下面的 你画眉毛的下面的屑 一定要比上面的长 这样才会画出自然的感觉 我们就开始填满它 那这时候你可以加一点 淡一点颜色进去 像前面的这个地方 你就画淡一点 就是 刚刚我说的 你自己可以大概比一下 你的眼尾大概到哪个位置 你就画到哪个位置 就是你眉毛尾巴的位置 那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把它这样刷一下 让它暈开一点 那前面呢我会画一个像 刚刚这个角度有没有 你就这样子 画出这种 形状 如果你喜欢让它粗一点 你可以往上再给它加 让眉毛看起来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粗的眉毛 有没有 是不是很快 那我们就拿刷子 刷一下 放它自来 好 然后你画完以后呢 你可以就是用像这个 这个我刚刚说的染眉膏 你就在上面刷一下 它可以让你的眉毛看起来更浓 那你记得哦 要像刷睫毛一样 不要贴太近的刷 因为贴太近的刷 它太多 OK 像你看上面这边 是不是都有涂出来的地方 那时候就像我说的刚刚很重要 要用就是 像这种东西 你会看到画上去以后 就是我说YSL这款 你画上去以后呢 它就会把它那个形状修饰得更 锐利 OK 好啦 那眉粉这边就这样完成了 那如果不喜欢就是我像这么浓的话 你可以就是不要用那个底的话 就是画它画起来就会更比较日韩的感觉 好 这边是我右边用眉粉画的哦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左边的部分 左边部分呢 我就是用这个 染眉 呃不是染眉 就是呃 眉毛的胶来用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呃 比较花时间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加一些练习 所以呃 就会比较 比较上手 那因为它可能比眉粉比较难一点 那你们就多练习 就会 OK 首先你用这个笔的头 沾一点 胶 其实就像眼线胶一样 好 然后它上面有这个头 有没有看到 好 那我们可以把多余的一点 一点 胶把它沾掉 OK 好 然后呢 首先我们先画上 上面的 上面的也是跟左边一样 像我说的 那我们这时候先不要画到后面去 因为我觉得画到后面去 好像会有点太深 所以我们先把现在 比较多的胶呢 画到 呃 描出来 前面的外框的部分 下面的呢 一定要比较 长 再次强调 这是画背毛的技巧 好 那我们先把前面的这样子 刷下来 补满 为什么先画下面 比较长 算比较短 因为你想要 营造出就是 很自然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这不能再画到前面 因为画到前面就会很像 太 太锐利了 你前面是比较 要柔和一点的感觉 好 我们把剩下一点的这些胶 拿来使用 画在后面的部分 看到 然后你再用这个头 另外一头 开始刷 把它刷开 那刚刚很锐利的感觉 就会消失 但是它看起来又很自然 然后我们就开始再补 慢慢补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你看到 那像前面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缺口 我们可以再拿 眉粉再过来补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它需要 两个一起使用 好 可以吗 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 非常的自然 那另外一边呢 就像我说的 你也可以 用刚刚我说的那个 笔 或者是用highlight的笔 就把它补一下 让它 眉毛看起来更 帅 OK 好啦 那今天呢 大致上的教学就到这个地方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想知道的产品 都可以问我 那 其实不管怎么样 就是多练习就对了 你们就可以画出 像俊俊一样的眉型啦 那我今天的彩妆教学 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 有什么问题 就留言给我 留到我的粉丝 粉丝业 或者是我youtube channel OK 拜拜